這件事簡單到不堪 其實現在社會有一個共識 因為我們是建議修訂 條例的建議修訂 其實我們的同事只有兩件事 第一是我們希望如果你是修訂的話 是用一個比較嚴謹和高一點的標準 因為你不會經常來修訂 這個我想你要回答我們的同事 譬如剛才陳醫生說 你泰國的標準跟我們的標準不同 泰國就不需要授手我們的標準 他是買貨的 所以他拿出來之後 我們要倒截這些所謂不符合我們標準的東西 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他說他的 我們 用我們的規則 去倒截那些不合乎 就是我們的標準的食米 我想請教你一件事 你有沒有勤諒到 如果你一旦這樣做的時候 在泰國的供應商 他會不會知道 或者我們的策略就是 好,你不改不要緊 我截住你,讓你的米不能來 當然這件事就會有兩個後後 泰國又不理 那你又截,那他沒有生意做 他覺得沒有生意做,或者他會損失 第二個就是 如果你真的這樣截的時候 既然泰國是我們食米的主要供應地 的話 也沒有米食 這就是問題 我覺得你們做這個諮詢的時候 要有一個萬全之賊 我想我們整個議會都會覺得 我們花那麼多錢做食安中心 我們搞了那麼多事情 其實要400%保障我們的食物安全 我現在覺得你們在建議修訂的時候 如何找到一個尺度 大家可以接受 第二就是實施的方法 我很有興趣是實施的方法 因為法例一有了之後 就要執行 所以 我覺得你們的諮詢是要全面的 不只是立法會 要諮詢其他人 因為它有後果 因為政府的施政 就不是說我對就做的 是要有一個後果 其實我也不只是純粹為米商去想 就是吃米的人 我覺得其實你應該快點去找泰國 因為我們改的 如果你想做我的生意 就想想 或者找兩種品牌去做我們的生意 故意符合我們的標準 我的看法是這樣 但我認為不應該犧牲我們的標準 去遷就泰國 梁國雄議員 可能你知道現在 他建議放寬 將米格的含量由0.1 放寬到0.2 明白 所以其實 是會更多 原本不合資格的米 可以進入香港 明白 我的說法是這樣 我不同爭 即是我們的立法會議員 大部分都覺得應該是符合標準 如果我覺得 應該反過來 通知泰國 泰國 或者那些供應地 我們會改好些 不是說 我們會改差些 即是我覺得 我將來在這個修訂建議 我會做修訂的修訂 我們會做修訂的修訂 我們會做修訂的修訂 我們會做修訂的修訂